使用者對管院大樓設施的需要 這次我們設計了幾個簡單的問題 希望透過這些問題 了解目前使用到管院大樓的人 對管院大樓初步上的需求 而樣本數為10人 以下所示 我們的問題有4點 問題1 請問您平常如何使用大廳這個空間 並且最常從事什麼活動 休吃午餐還有等上課 有討論事情才會在這裡 或者是等人的時候 不會使用 討論報告或是等人 討論報告吧 討論功課 在課的時候在這邊 等你一下上課的東西 下課時候休息的 的地方 大電梯 問題2 會期望大廳能夠提供什麼服務 或設施 垃圾桶 加個飲水機吧 座椅太少 宇宙太少 貢獻不好 咖啡飲料 點心 然後在這邊當下午茶 暫時沒有 我覺得還可以 廁所 椅子多多一點 WiFi訊息可以強一點 問題3 就空間使用上來說 覺得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多加利用的 樓梯可以再掛多一點 照片或是 天空晚心的 之類的 多一些 報告 大廳這區的話 我覺得就是WiFi可以再加強 加個一些 資訊系統 例如說電腦可以讓他 可以讓人做 查詢資料的 工作 動作這樣子 好像沒有 床幣吧 可以放一些 床幣嗎 對啊 就是可以放一些 可能畫 或什麼 藝術品之類的 剛剛有講到的是電視 因為他一直重複播 並沒有更新效果 沒有特性 不要妨礙到走 走到 就是 給人走的地方 其他地方都可以用 再多一點 問題是 目前管院大廳的整體現況來說 以1到5分來區分 請問您會給幾分 差不多4分吧 3分 3分吧 大概2分而已吧 3.5 4分 3 3分 3分吧